本节目由天成移民留学独家特约播出 那你现在从事什么工作 我现在有一个自己的装修公司 然后我也在巴夫特做Sales 就是买卖房屋 就是房屋中介 对 还有自己还有一个装修公司 对 那就按着很多人说 哇 跟房子有关的事都是好挣钱 是的 应该是可以这么说吧 怎么可以挣钱吧 应该说相对于其他的工作来说 因为我也做过很多其他的工作 对 相对于其他工作来说 是比较赚钱的 尤其在这么十年时间内 但是你上大学 你刚才说的学的是跟电脑有关的专业 怎么会毕业之后 移民之后 你是后来从事了跟这一关的专业 因为很多人说 过去几年 你看那个房地产高潮有几次都错过了 等等等等 你怎么会想到进入这个行业 很多人会想到你肯定学电脑出来 肯定找工作 对 你有没有找过工作 有 我当时是在一个洋人公司里面 修电脑 修网络的 对 那大家听起来好像还不错 因为电脑本身也收入也挺高 还可以 因为我觉得我的改变应该是从我结婚以后发生了变化 为什么 因为比方说我在电脑公司的话 可能收入就不会太高 就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工作 就养活自个没问题 对的 所以你要想去通过那份工作去买房子 或者是养孩子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困难 这是一个你改变的动力 对 你怎么会想到要进入到这个行业 因为其实在我们做留学生的时候 就经常会去工地帮忙 当时有的 但是你工地帮忙 你只是去干活 你只是赚的辛苦钱 对 赚辛苦钱 没错 我觉得对我学 应该学MBA也影响了到我 就是说怎么样通过一个 比较大的布局 来考虑以后的未来 就有一个长期的计划 所以我考虑到当时我自己的条件 跟我的接受能力 学习能力 所以我决定来做这个 专修这个公司 刚开始你也是要亲力亲为的 对的 而且因为我比较好学习 而且我觉得IT的人 一般动手能力也非常强 是吗 对 所以 动手能力 人家说都是在电脑 还是动手能力强 不是 因为我们要修电脑 你看那么小一个的motherboard 然后那么多CPU 或者六成条都需要插来插去的 维修的时候 都要把那些元器件 焊来焊去的 那跟在工地干活 好像还是干嘛事 首先就觉得 其实工地上的活 比这个电脑的活要简单 要简单 对 而且新南最普遍的就是 很多人只会单一工种 比如说油漆的只会做油漆 铺瓷砖的只会铺瓷砖 做电的只会做电 那我最开始的时候 我是学了木工的 所以去做装修这一行 但是呢 因为我学习能力比较强 所以到现在 我就是从木工 水 电 油 瓷砖 所有的东西呢 我都 基本上可以 监督完成 那你有拿到这些证吗 因为我 其实木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当时木工不需要证 木工是不需要 如果你要盖心房是需要证的 但是木工呢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种 就他所使用的工具 其实比其他的那些工种 所使用的工具要多 对 那个程序跟操作方法也很多 所以当一个好好的木工 去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 是非常简单的 嗯 对 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些问题呢 是因为很多年轻人 因为就是你这个年级的哈 比如说你在年轻的时候 当然你现在也是年轻人 在早期那个时候呢 就是说很多人就是大学毕业 嗯 就找了一份工作 就去干了 就一直一直一直 一直就干上去了 嗯 但是呢 你呢 是某些什么原因 促使了你去发生了一种改变 就是发生这种改变呢 当然也是因为好 是因为你正好赶上了这个房地产的 发展的高潮的这个这个时间啊 大家觉得哎呀 你怎么那么幸运 那么lucky就赶上了 那在那个时期的别人 为什么没有赶上 这是我就想的 你你刚才所说的 因为你学了MBI 嗯 对吧 就是等于工商管理 这一块的东西 对 使得你的这个眼界 和想法就发生了变化 是的 所以你才去做了这么多事情 但是你同时还是有在做你的 那个跟电脑有关的事吗 刚才当当初的时候 当初的时候 嗯 跟电脑 因为我很多朋友 很多同学 现在还是在从事 电脑编程 对 做网页 或者是做其他的硬件维护 对 嗯 当时我想我的同学中 大概只有1% 仍然在持续做电脑这个行业 嗯 那99%呢都已经转行了 哦 嗯 在你的带东西啊 嗯 就说 呃 我的同学 我想应该有超过1000个吧 嗯嗯 那1000个里面 能够 继续在做IT的 非常有限 真的啊 是的 我这跟我 很多人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 觉得IT这个电脑 现在都多好 找工作也容易 大家认为挣钱也多 嗯 但其实呢 在年轻的时候呢 应该是把自己的想法啊 就是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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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 能够能够更开放一些去考虑问题 就让我刚才听到你的故事 因为我跟你之前没有聊过天 也不知道你原来的这个经历是怎么样 但是从我的感觉来说 其实这种发展也不错 是的 从你现在回想起来 对的 选择是正确的 还是你可以再选择 我 其实我有时候 我在睡觉的时候 我会再想 如果哪一天 等我回到20年前 30年前 我会做什么样的决定 对 但是我想 我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我的每个决定都是 无怨无悔的 哦 对 你是来到新西兰留学 然后拿到PR 又结婚 现在好多人 年轻人说找对象很难啊 你当年这个 跟你太太是怎么 是工作当中认识的 我们是在国内的英语学习班认识的 在国内就认识 对 对对对 那就不一样了 因为呢 现在年轻人呢 是很多人也是说 哎呀 好像找对象挺难 说新西兰如何如何这那 包括这些 这些年纪大一些的父母们 觉得小孩 这方面那方面都有 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对 你现在也有了小孩了 是的 小孩的教育方面 你有管吗 其实我是 我想管的 想管但是没管 不是我有管 但是因为我老婆 是比较坚持自己想法的人 然后我儿子呢 因为现在还小嘛 才三岁 还是比较贴妈妈 所以 因为他老是贴着妈妈 然后我也经常出去工作 所以这个教育的事情 那个展示是交给我老婆 但是其实我是一直有在想要好好培养我儿子的 那你但是没有去付诸实践 有啊有啊 因为我其实是每次跟他玩耍的时候 我是有在观察他的 比方说当他在处理一个事情的时候 我不会去随便帮他 我在观察他 他对这个事情怎么想 对这个解决方案怎么看 他会有什么样的接下来的动作 其实我在观察他的每一步 你能举个例子吗 比方说 我有时候会 故意把一个东西放在桌子的左边 那他如果坐在你那个位置上 他是够不着的 所以我就想看他 从那个位置 他是哭而喊的 想要直接问我寻求帮助 还是他会自己想办法 绕到这边来取到这个物件 所以我在一直在观察他 我也想要了解他的性格 然后要根据他的性格 他的天赋来培养他 对你现在 就是说你后来的这一系列的发展 都是比较顺利的 你觉得跟你早期在国内的时候 你的父母对你的教育 因为你现在当了爸爸了 你有没有一个想过一个 过去的你的那种教育 你从里面会吸取什么东西 来帮助你现在怎么当好爸爸 是的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虽然这个问题 可能永远没有完整标准的答案 那当然是的 但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因为当时我妈呢 就是特别照顾我 就是在吃穿用上面 就尽量的来满足我 因为做妈妈的嘛 就生怕儿子饿了冷了 但当时我还小的时候 我觉得 诶 这样挺好的 但是可能当我到十岁的时候 十几岁的时候 有自己想法的时候 就很多人说叛逆期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这是我妈妈对我非常好 但是呢 她不了解我想要什么 我需要什么 但是呢 她总是有以她自己的方法来 让我觉得她对我好 但是我就想 可能我会更愿意 跟我朋友们出去玩 也不愿意在家跟我妈妈聊天 因为我会觉得 我有可能跟我朋友聊天的时候 我只需要说几个字 或者一个眼神 我朋友就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当我跟我妈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不管我怎么样 尝述我的理论 或者我的想法 她可能不会接受 这就是叛逆期的 对 对 那你现在 就是说你刚才讲到了 因为在这边的生活呢 已经是按照现在的来说 现在的标准来说 已经很安定 很安逸 也自己的比赛期还不错 是的 等等的 那你对你将来有什么期望 对我将来 其实我永远就是把我自己 变成一张白纸 随时可以从零开始 不可能啊 我就是这样的 真的 真的 我是一个 因为我对我自己 心理暗示 每次都是说 我是没有一个恐惧的人 我随时都可以从零开始 我有这种能量 我要做这件事情 就可以了 你 过去什么样的经历 让你会觉得 你有这样子的信心 因为我就刚才说了嘛 刚刚我在国内的时候 我们最开始是在铁路工程队 带领那些几百个人 去翻新铁路 然后后面又去到 列车上面 就是长沙开往 深圳的列车 就是当时的高铁 对 所以 经历了很多很多以后 我发现 我所学习的东西 很多很多 比方说 你看我学习了铁路工程 然后学习了木工 学习了电脑 学习了MBA 还学习了修车 那我学习的东西 非常涵盖 对对对 就是互相都不拉杆的 对的 我学习了建筑设计 所以 我可以随时停下一个 去做另外一个 所以在我来看 我的永远是一张白子 我无限可能性 所以呢 许家乐今年决定参选 牛立那个选区的 区议员的这个选举 现在成为候选人 是的 是的 那么 在他向论文这个节目里面呢 最后呢 你想对你的家人说的话是什么呢 我非常感谢我爸爸妈妈 还有我的老婆孩子 支持我 因为这么多年来呢 他们真的是 用心良苦 因为我觉得 我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就是因为他们有耐心来培养我 才有我今天 所以你有耐心培养你儿子 对的 稍后 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